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呢 兰州彭树胜 人称彭高旗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彭高旗他的一生的传奇经历 彭树胜他的出身应该我们现在算城市平民 家庭状况很一般 打小学过裁缝 也练过武术 那么他怎么走上下旗这条道呢 兰州虽然地处西北府地 但是下旗的人很多 在这个市场里边很多人天天下个彩旗玩个什么的 那么彭树胜那个时候对这个好奇 就和当时兰州一些一流的名手交上活了 当然这些名手比当时彭树胜十来岁时候要强 都能让他一个马 有一回彭树胜跟一个外号叫八代王的人 这个人真名叫徐八 姓徐家里航八 人成八代王 他俩下旗 结果这八代王让他一个马 彭树胜是连输两盘 这八代王就来气 说你小伙子看跟我挑战 让一个马你都输这么脆 你这笨蛋 你太笨了 就骂他是笨蛋 隔了一段时间彭树胜有一次到这个菜市场上去买菜去 又碰着这个八代王 这八代王看着他想起 你不就输我那小伙子吗 哎呀你个笨蛋 连说了这么两次他笨蛋 彭树胜是个自尊心的 受到很大打击 说我就不服气了 我怎么下气就下不过你呢 一股狠心之下 他找了周围朋友 找什么呢 找诗情雅趣 梦无神机 竹香斋 象棋谱 居中密 这些象棋谱谱 我把谱拿了 我自个研究 结果一看谱 彭树才发现 原来象棋别有洞天 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招法 如此精妙的七招 开局终局残局 经过一年左右的锤炼 再和这八代王这些人交手 那可不是让一个马 就是分仙下 彭树胜都占有 所以彭树胜迅速成为 兰州七弹一颗心形 没有两年功夫 二十几岁时候 兰州的七弹他滑了遍了 谁弄不了他 结果他就凭这个卫生 反正日子过得不咸不淡 好不哪去 也差不哪去 足以糊口 那么假如彭树胜这么过的话 很可能这辈子 也就埋没在兰州七弹 那么改变彭树命运 让他名扬华北东北的 他命里出现个贵人 这个人叫王和生 很有文化的一个人 骑走的也相当好 王和生是1925年回到老家兰州 他在外边上学那个时候 北京的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 他都去读过书 而且曾经在北京的各高校里边 得过相续冠军 在南京读书的时候 曾经和南京的名手万奇友下棋 两个人下平了 这万奇友不得了 万奇友当年和周德玉一起 代表过华东地区 迎战过华北地区的高手 这个水平也是江南第一流棋手 王和生能和万奇友下平 可见这棋力不得了 那么1925年 王和生回到兰州回老家谋生 在兰州当地一个中学当老师 他扔不下相棋 没事就到兰州的市场各个棋摊里转 就这么的认识了彭树胜 彭树一看 这个人棋力很高 咱俩下巴 王和生也觉得自己这棋回兰州应该可以 咱们也是一流棋 没想到对彭树胜屡战屡败 下一盘输一盘 下一盘输一盘 合一盘都算不错的 这王和生大吃一惊 说我老家兰州还有这等高手 想都没想到 于是两个人倾心结交 就成了莫逆的朋友 关系处的非常少 王和生就说你这等水平 我可和南京的一流好手万奇友 我都能跟他直播一阵能下平 这你这棋力要到江南一带没有能赢你的 你比我好一块 就那个时候王和生都自认 彭树其至少要好他两仙左右 所以当时王和生就蒙生个想法 你呀 能不能走出兰州 到外边广阔天地 咱有作为 闯荡闯荡 就这么着 王和生出钱 彭树说这样 咱就近 我先去北京 说就近 北京离兰州当时也挺远 他出发是1931年的春天 等到了北京一个多月以后了 北京已经快近夏天了 那么来到北京 王和生告诉他 你呀 到北京去哪呢 去这个前面外 就是现在的宣武区 有个交子胡同 那会有甘肃会馆 这是1931年的时候 这个会馆呢 已经向行业会馆转化了 你比方说山西晋商 专门有晋商会馆 但是各省的会馆呢 招待自己老乡呢 基本上还是免费的 所以彭树等于省了许费了 就住在甘肃会馆里边 这交子胡同呢 离天桥不远 每天的彭树早上起来 就到天桥转悠 因为过去这下棋的人呢 基本上都在像天桥啊 这样的三部馆地方 过去北京我句话 在天桥逛一趟 不是生意就是大 就这里头打靶式卖艺的 耍猴的 说相声的 耍猪筛的 唱戏的 非常多 再加上做小宝贝的 那摆棋的人多数也在这 摆棋人分成两路 一类呢 是属于摆残局的 就我就给你下残局 然后呢 有彩金的 还有一类下全盘的 就真正的对异 这个人就不摆摊了 这个人往往在茶馆 茶舍里头 或者有专门的棋摊 因为这个水平明显要高一块 彭文胜呢 就在天桥这些棋摊来回拽悠 他当然主要到那些 下全盘棋的棋摊 有这么一天呢 他来到一个地方叫 二友轩茶舍 这里头有下棋的 彭文胜呢 这棋水平高啊 忍不住 看人下棋就支招 结果这里头有会下棋的 一听 这个人棋可了不定 水平很高啊 再下下试试吧 结果一下 没有一个是彭文胜哥 甚至当时北京二路棋顶尖的人 来跟彭文胜下 都败的相当惨 说这么一看 你呀 非北京的一流棋 不能跟你抗衡 说北京一流棋 当时谁呢 最出名的两个高手 一个叫张德奎 一个叫拉建廷 这拉建廷 我们看姓着拉 满足人 说这二位是北京最高手 过去有个孟文轩 说现在不在北京 后起之秀像谢小燃这些人 恐怕还不足以跟张德奎 拉建廷 平起平坐 所以彭文胜就记住了 北京张德奎拉建廷 就这么着 有这么一天 这彭文胜在天桥逛了 结果经过一个查社的时候 看门口立个牌子 叫国手拉建廷 手谈后教 这什么意思 就这个查社请拉建廷来坐镇 你谁又不服来 跟拉建廷下 你请拉先生下 下指导旗 你得给钱 说我不服他 你俩下挂彩 有彩金的 说这个茶馆 都什么好处呢 你在这下弄完了 你喝茶 点茶你不得给钱吗 或者这彩金里头有抽头 所以那时候 旗茶馆 就靠向旗为生 靠旗人喝茶 以及彩金过日子 拉建廷当时 北京的大高手坐镇到这 彭文胜一看 我找你找挺长时间了 推门就进去了 正巧了 那天拉建廷就在 拉建廷也听说了 说北京城 来了个兰州的高手 彭树胜 就这么一报名号 拉建廷说 那下一盘吧 拉建廷平常跟人下 最少得让两先 碰着彭文胜 他哪敢让 咱先下吧 头一盘 就是你先 强龙不亚地头蛇 结果这彭文胜说 那我先就我先 彭文胜走先手 结果这一盘彭文胜 利用先手之力 杀法非常凌厉 很快把那建廷给赢了 这周围看齐的人就轰动了 这人这么厉害 把那也给赢了 第二盘 那建廷不甘心 利用先手 一开局就弃子抢功 可没想到彭文胜 手得非常绵密 老虎咬刺猬 让你没定着下嘴 然后一点一点的 你丢一个嘴 这脸是就看出来 第二盘 下到一半反先 这盘又赢了 那建廷连输两盘 哎呦 这个事轰动了整个北京 说那也输给一个兰州高手 叫彭胜 当然那建廷不服 歇了两天之后 又邀请彭文胜来下 结果两人下了 大概有七八局 那建廷一局没开户 合了几局 输了几局 直到这事以后 当时称北京第一高手的张德奎 一听怎么着 那建廷输了 好机会 因为这高手之间他也较劲 你看你要输他了 我要把他赢了 说明我比你强多了 所以张德奎主动邀彭文胜 说咱俩 下几天 结果跟彭文胜下了有三四天 两人下了十来盘起 张德奎一壶没开 没赢着 合了一半输了一半 你想想北京城数一数二 这两个头盘高手 张德奎拿建廷 都输给彭文胜了 这下彭文胜的名气可就出来了 接下来 附近的高手听着了 你比方说沈阳的徐慈海 天军的钱孟武 锦州的赵文轩 听着这事之后 乌洋乌洋的就北京来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张德奎 拿建廷互相交手 互有胜负 这怎么着 都让一个兰州彭文胜给灭了 而这时候彭文胜 我们说他1874年生人 1931年来 他已经578了 这些人都在壮年 二多岁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让个垂垂老翁 给杀成这样 所以这些人都来 想跟彭文胜交手 其中沈阳第一高手 徐慈海先到的 这徐慈海提出 我要跟您下 说在哪下呢 在个棺材铺里下 这不在茶馆里下 在棺材铺里下 这徐慈海下棋有个毛病 就说就怕身边看的人多 有时候有点动静 影响他思路 所以他不爱在茶馆里下 徐慈海说咱到棺材铺下 为啥棺材铺没动静 就这么着呢 徐慈海 当然旁边一会儿看着 跟彭文胜在棺材铺里 俩人下了棺盘棋 结果这棺盘棋成绩 徐慈海惨不忍动 怎么着 六负一合 输了六盘合了一盘 这徐慈海大没吃惊 彭文胜棋这么厉害 后来徐慈海又请彭文胜 下了几盘棋 中间可能赢了大概有几局 输的时候多 总体算起来 又多输了六七局 其中有一局 徐慈海赢了彭文胜 把徐慈海乐他 当天晚上复盘 把招都记下来 交给纳建廷 让纳建廷拿到北京的诗言报 一家报纸上 在那发表 你看 就是把这一盘棋当做自己 我太厉害了 我居然能赢彭文胜一盘 后来锦州第一高手赵文轩 当时在天津上班 请了三天假 过来和彭文胜下棋 当时赵文轩 在华北东北一带 齐名即胜 在选马赛当中 曾经力压 纳建廷张德奎 获得过冠军 结果跟彭文胜下棋 赢了一盘 输了两盘 合了一盘 多输了一盘棋 但点紧 他得回去上班去 没招 匆匆忙忙走了 所以至此彭文胜和华北东北认识这些一流好手下棋 获得了全胜的成绩 谁也动不了他 而且更厉害的是彭文胜当时和很多二路棋或者一路里头差点的这样的棋手下仗子棋 也获得了极好的战绩 你看咱们北京有个著名的三小之一侯玉山 这个侯玉山在建国以后的第一届下棋个人赛当中就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 那是北京的一流好手 和这个彭文胜下棋 让彭文胜让一个马居然大败亏输 咱们下面给大伙说说这盘棋彭文胜的棋词妙想 这个侯玉山呢 当年在北京算上一流棋手 他和谢小燃的全海龙齐名 那么那个时候这是1931年彭树胜在北京和侯玉山下的一盘棋 侯玉山刚才我们说是一流棋手 但是彭树胜的可以让他一个马 即使让一个马在盘面上看 彭树胜还要略略占优 这盘棋呢我们看是双方下的第27个回合 彭树胜让侯玉山佐马形成的盘面 那么这个盘面呢 我们齐名朋友一看呢 彭树胜应该说直先手呢 明显占优 关键是如何快速入局的问题 我们这时候就看出彭高齐 棋风伶俐快速入局的一些棋词妙想 他当时走的是前鞠平五 直接用鞠杀相 这招棋可以算得上是石破天惊 侯玉山迅速就溃败下来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如果这个时候 黑棋假如说走向七进五去车 这时候红方后炮进五打向较将 黑棋只能一走 鞠八平五去炮 我们这时候看到红棋非常明显的杀招 马尔金斯 挂脚没杀 这样红就胜了 假如不这样走的话 我们看还有第二种走法 就是当前鞠平五杀相 如果这个时候黑棋走鞠八平五 用鞠来吃红鞠的话 那么结果是一样的 后炮进五打鞠较将 然后黑方向其进五去炮 形成这个盘面之后和刚才一样 红方还是照旧走马尔金斯 一样形成悲伤 所以经过三十多个会合左右 让红玉山一马 很快红玉山败血震来 最后红玉山对彭树胜的奇招妙想 佩服的是幸福口福 所以这盘棋 这是1931年留下的彭树胜 让红玉山走马的一盘棋 你看刚才我们看了这盘棋 彭树胜的奇招是非常凌厉的 侯玉山被他让一个马还输了 心悦成福 侯玉山跟着彭树虚心请教 后来奇异提升的很快 当然在北京把这些好手划了个遍 他不甘心 他还想下江南到上海一事 因为上海那时候 他也听说周德玉怎么厉害 后起之秀里出了一些什么人 像董渊 包括什么四小小剃头 小善兴 小湖北 这些人 所以也想到江南一事 正准备打点星庄走的时候 128事变爆发了 结果南北的通道给隔着了 彭树胜在上海又举木无亲 也不敢轻易就去 只能作罢 所以江南都没到 何况华南 所以彭树一辈子的遗憾 是没有在自己奇异鼎盛时期 下江南到华南 和那边的一流高手交锋 所以等于在北京一趟 后来就回到兰州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看乡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欢迎继续收看象棋世界 接下来我们有请象棋特级大师郭立平和奇邪大师李鹏 为您带来2013QQ游戏天下奇异 全国象棋甲鸡联赛的精彩对局 让我们有请两位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各位奇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象棋世界节目 我们今天依然为各位奇友带来的是QQ游戏天下奇异2013 全国象棋甲鸡联赛的精彩对局 那么我们每一轮都会选角 就是当轮比赛最漂亮的一盘棋 或者说最精彩的一盘棋 今天带给各位奇友的 就是两位年轻棋手的一盘较量 来自江苏居荣茅山队的象棋大师成名 对阵来自广东碧桂园队的象棋大师 曾海林的一盘棋 成名也是在威凯杯 成国一级骑士赛当中 就是一战成名 获得了冠军晋升的象棋大师 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棋手 名的棋得好 成名 对好 我们来看这盘棋 成名选择了 马八点七 骑马局 黑方 禁足 这是常用的对抗手段 那么进兵 马二 进三 那么骑马局多半都是要布城 先手平风马的阵势 黑方 居易进一 其实我都觉得挺奇怪的 就是成名为什么会下骑马局 因为感觉上这一路下法都是 比较老城的功力比较厚重的人 才会选择这样的布局 但是这个布局最近高手下的非常多 有了新内容 所以上期的布局发展 就是这样不断的飞沉出新 引起了布局的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局面下 你别看 大家都以为飞向骑马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布局 但是这盘棋 就真的一从开始就火药味十足 一上来这五六步骑马上就开始 红方 平泡 黑方气象 红方气冰 黑方现在当然也有飞向的 平稳了 但是较为平稳 但是红方可以掌握主动 那么这盘棋 黑方选择了气象过足的激烈下法 所以黄海玲还是一个很有血性的棋手 因为我知道他平时特别喜欢看足球 对足球研究很深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足球场上的激情 那么这肯定是足球中是对攻 对 这样 气象 红方出击 黑方 先冲一下 先冲一下 那你马只能跑了 对 这时候黑方下了一个 那么红方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发挥底炮的威力 让这击炮能配合上 那就是想办法突破它这样的一个阵型 一个防御阵型 这个我们也经常说它是一个河头堡 对 就是在河线整个把局面走得很稳正 你很难突破 你这马你攻击不到 你这炮就弄不走 对 但是红方有巧妙的突破手段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 冰九进一 你冲 好奇 它准备今后 这以后就是马七进九 这手段是这样的 马七进九一拱冰 强行突破 就只能走了 对 这个手段其实是经常采用的 大家今后可以使用一下 可以借鉴 对 那现在黑方没给红方这时间 对 黑方在这个局面下曾经有过局七进三的战法 但是相对要缓慢一些 对 那么这招棋我反正最早看见的是吕钦大师在走 快马飞刀 我估计有可能是广东队 有所研究 有所集体研究 所以成名赶走这个棋 还是有勇气的 有可能是送到枪口上了 对 这个炮而进二 炮而进二 进局桌 那么曾经许云川用过炮平一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那么这招走炮而进二 炮而进二以后有打 你登掉之后 这个局也是可以下通出来 所以也是有好处的 对 那么黑方把八进七 红方平边炮 把炮拉开 准备在今后的突破中能发挥作用 对 那么黑方先也是抢弓 对 双方对弓战特别好看 大家都在抢时间 看谁的速度快 对 足七平六 那么黑 红方 然后这个 这个马一腾出来以后 这个地方都是进攻的点 各种的手段 对 那么黑方也是不管不顾 越马出击 逼你的炮表态 打过来吧 肯定是打过来 反正你现在不敢 现在是 因为你的黑马肯定是不能吃 如果吃了被直接突破 马上逐方占优 那肯定就是突破了 因为这一杀先是看着抽局 然后这马还能登进来 然后这边还抽着马 估计几步骑 那么黑方那边的策略 就告急了 他那边的策略不是跟你沾斗 他就顶住你就行 消耗你的进攻时间速度 在这边抢弓 他下了局九平八 那么红方现在也是 俩人是最强 真是着急 对强 黑炮一沉底 也是这边又杀着象 这组也到位了 那么黑方现在当人不让 真精彩 这边很可怕 这个组已经是兵临城下 完了又有双鞠底炮 还有盘和马 都到位了 这红黑方的子已经都够得着了 我们俗称 杀攻击率都够得着了 那么红方现在也别无选择 只能对杀了 这个棋也没得行 他的现在从头到尾 红方的策略 就是怎么能突破你炮的对居的封锁 这盘红方很纠结 因为这是他唯一进攻的方向 唯一的方向 但是黑方自从炮这样走到了之后 就觉得我这一侧跟你对攻是可以抗衡的 走完这个之后 黑方这边这俩子都没动过 就一直是在这一侧展开 所以有的时候象棋这个精彩 这种取舍之间 到底是哪个 这两个字基本对于黑方来说就牺牲掉了 就为了整体的攻势 这番机下的真的特别好看 那么黑方在实战中也是积极的战斗 走了 杀底下 实际黑方有一个可能更稳健的选择 更更简单一点 因为他这边的字实际已经够了 不用再去拼命的路上 因为这题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底下被攻 你守不住 你飞这个中下被人家足吃了 那更厉害 你马回来这足能冲下来 那就绝杀了 所以说你这象守不住 你唯一有可能守住的 就是以后边居把炮砍了 对 往这边再展开攻势 你看这个棋 红方边居自始终一直在这守着人家底炮 他这实际就准备 刺激吃炮了 因为这个要不吃 今后很危险 太危险了 这个棋实际上黑方要先走这个的话 可能要顽强一些 可能就这边更安全 然后我这边双鞠炮和组已经够了 我不用跟你叫迎骑不闹事 我不用让你走出那么多棋来了 你这样的话你在往里蹦也没用 它退马在一灯边炮 这个再走 我可能这个以后再蹬一下 我这退这个灯都可以 我这边让你把这子吃了 我这边也够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肯定是杀不过 即便你吃了也是双鞠冰 那么黑方现在更加的凶悍 吓得太凶了 直接吃了 那么红方别无选择 吓成这下只有吃了 这事太有意思了 黑方也是 还有这个马 就是不让你鞠出去 这炮只要一让就完了 但是这炮随时还有进攻的可能 我防着你 但有的时候我可能还进攻 那么现在 红方 将军 在这里他打了两姜 看了看形势 最后选择了一看 这边的防务还是很重要的 选择了平炮 它的意思就是今后你抽姜的时候 我切炮 你杀居属不是杀 因为我炮看着 要不然它就 所以这个炮平到哪 也很有讲究 平到这其实是暗防着自己的底势 有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黑方上架 避开你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你不避的话 不避你吃不敢吃 你吃它一姜一杀 基本是绝杀了 他还是想进攻 我吃马我快 对 那肯定 那么红方 将 平 那么这个时候就把炮吃掉 那么黑方现在把马吃掉 把马吃了 红方现在还来不及吃马 因为吃完马这边就不行了 一吃马 人家一冲足 很简单 马上就绝杀 这个没办法解 那么现在 红方走的也是很巧 是 对 连销带打 又打局 又能翻回来 组屋 就把自己先命贤一线的 这个感觉先救了 而且你也是残势残相 今后下残局 我可能还有机会 对 那么黑方走的 现在接近红方还多一个 黑方走的也很巧妙 不让你打 对 这时候你不能知识 如果你知识的话 黑方有一个巧招 叫杀 他不躲居 他不能往下走 也不能 往下走是没用的 那没用 打回来了 平开这是个杀 这是个杀 那么这个棋 我一将就就砍势 杀死了 那么这个棋 红方只有砍炮 砍炮 杀掉 杀掉 但现在是个杀了 刚才说了 是个杀了 现在切士 你一出帅 直接抵一将军子 之士 那么黑方禁足 红方吃马 这会得赶紧吃了 因为这个马肯定是丢了 杀掉 现在还是个杀 他赶紧将军 进来 还得用鞠出 不能拿炮打 如果拿炮打 黑方杀姜 要炮打 杀姜 这是炮 杀士 这是陈亚军 对 这就不行了 所以只有拿举斥 太有意思了 杀一江 淫烙 杀这个 对 红方 这个足兵很厉害 宝珠 杀兵是杀齐 黑方一退 红方 之士 黑方平 这时候红方失去机会 他应该平居 你再打姜 我把炮缩回来 可能这个鞠还很安全 但这个时候他退炮了 走出来了问题了 对 这时候不能落室 如果落室他一杀 一杀 你支持 他一退 平中 平这边都是杀齐 所以只有对鞠 那么对鞠 对掉 杀掉 杀 那么还得赶紧进去 完了 黑方先手把冰吃掉 这样变成鞠兵对双炮双势 对 那么他退炮 对 那么黑方 这样应该合不了了 抓一下 一平 又一抓 准备将军吃炮受不了 又平开 然后黑方过足 红方赶紧把炮 平 对 黑方过足 红方过冰 过冰 黑方将军 电炮 电炮 再捉冰 把冰就捉死了 把冰就捉死了 先把冰抓低 再捉 然后平足 红方一看这冰没什么用 还是把炮锁回来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冰就丢了 那么他平中炮 我这个先吃了吧 先吃掉 那么红方之势 这个棋 红方这个棋 现在是输棋了已经 这个棋 它也只是顽抗而已 现在 完了 拱 捕 冲 完了是出镶 完了它的贴 这时候红的还巧 你要拱我一只 合了 但人家不拱 就让开了 所以这就是残局的妙处 有时候你多吃一个子 下到这儿 因为老将出去了 黑得来个妙的 给你 你打包 你要一打 打两姜 中士挖掉了 一吃中士就赢了 那么红方现在没有办法 只有让开 完了 黑足 还是想进来吃你中士 对 那没辙 现在 先抓一下 抓你平 先抓一平 一冲 下到这儿 红方一看 黑方下一招有G8平五 对 无法应付 对 一族换双式了 下到这儿 红方就认负了 这也是一个精妙的实用残局 这盘精彩的对局 也是带给大家 因为比较好看 有兴趣的奇迷朋友 也可以细细拆解其中的奥秘 那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 好